新北市的新庄中正路也有一栋房子 这个围建也非常的夸张 你可以看到从二楼一直围建 围建到七楼都是围建 那么用途做什么呢 也跟这个新竹发生火警的围建 类似是出租的 他过去出租给辅大的学生 但是屋主自己也住在里面 被指控为围建超 这个屋主带着中天新闻 进到了这个围建的里面 他要解释 他说你看看 原本出租用的这四楼 现在是拆光了 没水没电 而且目前也没有租给学生 但是另外一头让人很好奇的 是在过去这栋围建 不断的有民众检举 说从99年就开始检举到现在 他始终不动如山 中间有许多的传闻 说有当地的明代称交 而原本只能承受 二楼的建筑结构增加了五层 会不会有问题呢 继续来看我们的报道 摸着隔壁楼房裸露的水泥墙面 燕先生直摇头 因为他的隔壁邻居围建高高盖 从三楼到七楼整面都是违章 抬头往上一看 这栋楼的确比旁边建筑物高出不少 一到二楼是原本的合法建物 但屋主往上增建 一概就是五层楼 二到四楼以四格间装潢 用来租给附近的辅大学生 五到七楼则是屋主自己住的地方 三楼四楼是租给学生 那五楼六楼自己住 七楼是有一个客厅跟生命天 拿出对方的出租套房平面图 燕先生指正利利 一层楼就隔了六间 二到四楼加起来 推估就有18间房间出租给学生 但他多次检举都没有获得具体结果 被指控盖维建筑学生 屋主带着中天新闻记者 搭电梯来到四楼 没一开黑漆漆一片 因为早就没水没电 但看看内部装潢 拆掉的房门上还留有编号 隔间两柱都还在 请具柜子散落一地 看得出来已经一段时间 没有人住在这里 屋主说已经把四楼隔间都拆除 没租给学生 但三到七楼违建是事实 就连屋主自己也还住在违建内 相关单位难道不该想想办法吗 主管单位回应都有按照进度在处理 而加盖的违建也没有立即的安全影响 会先从楼层内部劝导进行拆除 但民众不解的是 如果确实建筑是违建却迟迟不拆 是不是要等到意外发生 才来解决再来感叹 为11万 记者陈嘉明 罗里云 新北市参谋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